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它就在五脏中 将来随着年龄的增加 你更排不动了 它就开始发酵成毒 它就毒害你的五脏 使你的五脏干枯 我们叫酸性化体质 使你的五脏开始溃压 溃烂 那么严重的在溃烂处长肿瘤 就是到了晚年 我们不修炼的人都很辛苦 为什么我们要自己实修实证 要把这个真实相认知 自己要认知 通过实修实证 我的身体改观很多 原来这个有一些地方很不舒服 结果练练六字气绝 练练这个呼吸法 一下子就顺畅了 就好了 不然的话 有这个引子就可能生病了 那么五脏为什么对我们这么重要 为什么一个学佛者 一个修炼者 他要重复五脏气的调换 把这个不好的气 调换出去 把好的气拿进来呢 这是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意识状态 它不是你想象的五脏就是五脏 跟我的这个思维体系是没有关系的 它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 所以在我们的纵身轴线里面 我们看到在传统文化中 讲金木水火土 五行例子 在佛法里讲 地水火风空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五脏里的东西 那么木这种绿色的能量储存在肝脏 金这种白色的能量储存在肺脏 然后火储存在心脏 然后水储存在肾脏 土储存在脾胃 脾胃 那么这个你要在脾胃里面练 在心脏里面练 在心肝脾肺肾 五脏六腑里面练 所以是大家要重视清阴消夜的方法 所以六字曲绝是把五脏六腑中的大量的 这种黑气 浊气 病气 那么带着黑色的阴子把它吐出来 那么这个就是六字气绝 为什么在天台中特别的重视 现在我们的佛法界谁在练 没人在练 什么 这是道家的 这是养生而已 哪里是养生 这是清阴消夜 所以是你用手在这身带不颤动 有这个出来了 这个总共的整体的把你的中央的身体的上部 在胃部 下部的所有的浊气都通过这个中脉 这个气管 食道管怎么样 排除了 就是全身的 所以这个肚子要不停的往下什么 压 最后一口是把下面的也送上去 然后这个就是六字气绝的正确发言法 那下面我就是通过带练的方法 这个带着大家进去 通过带一遍 那么你去体验整个的这个六字气绝怎么练 欢迎点赞留言分享 红阳正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